2017年6月 年日的梅雨封面夹带西南气流带来的好大雨 高雄南横山区累积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 造成台20线南横公路92K处路面被掏空 流失约500公尺 整个灾况令人触目惊心 桃园区秦河十一洞民宅 也被暴涨的老龙溪水掏空而流走 所幸人员撤退得早 并无伤亡发生 这次秦河部落被冲击而流失的十余附住屋 包括砖房和铁皮屋 其中包括少年西驿站二层楼建筑等山洞 因为沿着河岸修建 终不敌猛烈的河水而被吞噬 至于此次被冲垮的台20线92公里处 八八风灾时也曾发生同样的灾情 灾后也留下老龙溪溪水攻击坡室内下的光突岩壁 复兵以上三里的对外交通及通讯中断 再度成为孤岛 至于106年4月29日刚举行完工祈福典礼 抗洪能力800毫米的冥霸坑 这次在超过1500多毫米的暴雨袭击下 钢桥主体无明显损伤 仅桥体P5P7深作缝错位约5公分 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4月29号大家很欢乐来迎接这个生命之桥生命之路 那没想到在0602这一场连续降了两天的一个霉雨 累积雨量将近1500毫米 一直到6月4号早上的时候回报说 陆基整个冲断了500米 因为它的累积雨量已经大大的超过 我们原本的设计标准 就是我们中级道路的一个抗洪能力800毫米 所以当下我们觉得说 经过了这一次0602的豪雨袭击之后 桥该不会是断了 那我一直想说上个月才通车 下个月桥断了 我心里面想说真的如果它断的话 我怎么面对这些族人面对这些部落 甚至社会大众要怎么看这个公务断 一直到6月5号中午有人传着照片进来 我们的人到了现场 但是水当时还是很大 它不敢站在桥上 因为桥晃得很厉害 但至少看得到桥体是没倒的 因为它竟然在1500毫米的雨量之下 它还是屹立不咬的站在那一边 那当然桥有稍微一些受损 这些受损我觉得它只要不倒 我们都好处理 如果它倒了 真的这个事情就棘手多了 再来 让我刚刚才知道 我给你一切吃的 我可能会变得到 你还要咬着 我还是要咬着 你还要咬着 我可以购买了 我还要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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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持着 我还要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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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